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她穿着深微裙子 主动脱销围巾 还替男方宽衣解带 在狭小车里诱惑谢天华 狗云慧站出来澄清那是电视剧《法王主机》的其中一个情节 当媒体的误导式报导害得她被人指指点点 连父母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怀疑她 哦 原来那些真正照片只是剧照而已 只能说拉拼过谢天华和最近主演《怒火街头2》的狗云慧 人同是非多 谢天华被只偷吃已经不是第一次咯 在2009年曾传说谢天华到夜店不宽 诶 拉拼过会不会只是去做卧底呢 而她老婆却因为这件事情而自杀入院 事后谢天华说她老婆只是未抽筋才送进医院的 听说当时被只揭露谢天华婚姻的女方是知名度不高 曾拍过三集片的嫩魔王露瑶 事后王露瑶更像媒体展示自己和谢天华的合照 还大爆谢天华玩魔术泡妞之事 至于和王露瑶的绯闻 谢天华也坚决否认 但她承认王露瑶是朋友的朋友 她还意有所指的说 她因为视野拉拼过一脚银的名气后 难免会被人利用来博宣传 同时否认用玩魔术的方式结识王露瑶 至于混血美女狗云慧 至2009年获得国际华裔小姐冠军后 在今年组演多部剧集《人气急升》 早前有报刊指她便利十足 和TVB小生罗天宇、肖正南到最近的郑佳影都有暧昧关系 她还很有幸地奔上杨寿成幼稚、杨正龙的游艇 扩展富二代的社交圈 人怕出名,猪怕肥 一旦出了名,就会惹出很多的是是非非 招来无望之灾 希望大家很难判断这些事情的真实性 但如果明星们能收敛一些 是非或许就不会无故的找上门了 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